大家好,今天背向一款发面千层饼,柔软多层,好吃不腻,一起来做吧! 先在盆中加入500克面粉,5克酵母粉,搅拌均匀 加入330毫升温水,搅拌成絮状 新手可以把水量减少10-20毫升 搅成这样的大面絮,下手揉成团 粘手的话,就撒一些干面粉防粘 揉成一个光滑稍软的面团,盖上保鲜袋,形发至两倍大 取一个小碗,加入两勺玉米面,一小勺盐,花椒粉 再加入一大勺热油,搅拌均匀,调成细油酥备用 这个是形发好的面团,满满的一大盆 拉开,里面是这样的蜂窝组织 现在案板上多撒一层干面粉,防粘 然后取出面团,揉搓排气 整理成长条 分成8个小面剂 取一个面剂,先揉圆 再搓成圆柱状 做好后,盖上保鲜袋,防止风干 在案板上撒少许干面粉,防粘 取最先揉好的面剂,先用手按扁 再用擀面杖擀成长方形的面片 擀的时候,请观察底部,避免面皮与案板粘连 擀好后,放上油酥 用刮板刮均匀 在中间切上一刀,顶部不用切断 然后像视频中这样,叠起来 一边叠,一边按压 叠好后,将两头捏紧封口 封口时,先把层次往里推一下 这样更容易粘合 捏好以后,找到底部固定好 翻过来,将四个脚往里推一下 再用手按扁就可以了 全部做好以后,按顺序擀成薄饼 两面都要擀,这样里面的层次薄厚均匀 全部擀好以后,先在表面喷一层清水 再撒上黑白芝麻增香 最后,用手按压饼皮,防止芝麻脱落 做好后,盖上保鲜袋,防止风干 电饼称预热,刷一层油 油温微热,放入饼皮 盖上盖子,中小火烙饼 烙至饼变色,翻个面 烙至另一面金黄,再次翻面 烙至两面金黄,饼鼓起,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到发面千层饼,就制作完成了 看一下这个小饼,非常柔软 切开看一下层次 看一下这个层次,非常丰富 这样做的千层饼,旋软一消化 天天吃都不会腻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一下 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我们下期见